从现何阿希是台湾60年代秀场时期的喜剧泰斗 也是最早把脱口秀带进电视台的鼻祖 两个人一搭一唱总能够炒热气氛 还有同期的卓胜利也因为主持天天开心 红遍了大街小巷 他主持过上千场的综艺节目 更投入到戏剧 演活了本土剧里头的甘草人物 他也是确立了台湾戏剧 做向本土草根的重要指标 今天有点欢迎在哪里 我们像老同学几六百个 只有纯粘两个 今天在外面在哪里 都去停电去做事 你如果不相信我叫他念多了你听听 总统四五百个念我带到我天空了 你怎么必须回来 最关键的是一个红手电闻了 我说你是靠啥 红手电闻了 米南语戏剧国宝脱险阿西 是台湾六零年代 秀场时期的喜剧泰斗 也是最早将脱口秀喜剧节目 带进电视台的鼻祖 几年前两人八十几岁的高龄 再次合作搭档 重现当年脱口秀 妙语如珠 把台下阿公阿嬷逗得哈哈大笑 回家一张牌给他 有些牌来 真有情 学问多情吗 老公 老公 我在广东 平常人 我知道 我白天睡觉晚上都出去打工 中年多賺錢 我一个晚上两个三个我轻轻松松 太轻松了 老公 老公 你要想通 我会想通 以后我会百万富翁 两个一做工作就好了 老公主你想不通 你会人才两空 好 你会必须齂重工 Чтобы重工才会好 两人一搭一唱 总能制造校料 已经八十七岁的拖限 本名陈炳男 十三岁开始当学徒选修车 后来担任电影公司的司机 在台语片时期 被制作人向众客串演出 演电影逐渐走红 但多数观众 对他的印象都是在脱口秀 一张厨 笑话PK战 他信手拈来 总难笑翻全场 早期他常穿着吊带西装裤 戴圆圆的黑框眼镜出场 喜感造型 常被拿来跟西方喜剧泰斗 卓别林相提并论 就有人去練給媽你 沒來喔 沒來 我說 但是... 那怎麼辦啊 我想要對後面問頭髮 好在好在好在人最後就是活潑 裡面一個煮飯的 好... 歐巴桑 歐巴桑 六十八歲 六十八歲 真的還假的 他那個... 就沒有骨頭髮了 這個沒用下去 那個人家在家裡 三比八 三比八 我說那小孩生七八歲了 我像... 要找一個無辣椒 無辣椒真的好 穿了下衣 渾身綜藝細胞 脫鑫與阿希這組合 重現當年草根綠葉的魅力 上諸葛亮節目 逗得主持人笑到無法自拔 你這次找到我 我這次找到我 我這次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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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次找不到 你這次找不到 這次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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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對雅巴理髮廳的短劇 一眼再眼 換成阿希的女兒楊秀慧 搭檔即興演出 同樣笑料十足 當年的長壽綜藝節目 天天開心 老牌藝人中 也有一位甘草人物代表 天天開心 天天開心 天天開心一波三千多集 陪伴五六年級生 走過十三個年頭 主持人之一是卓勝利 古早的時代 就有人比較煩惱說 啊唷 這樣 飛船滾了地人 都住一大集會 因為住一大集會 一日到晚都這樣 你看看我 我看他 有時候在當時 就還要欺負 你怕不洗碗 我現在就要洗碗 還要洗什麼 總共一句話是說 住一大集會 經常在那些細菇 這有給我看久 看得很不順 空氣都拿了拿去 如果舊舊這麼記名一次 這樣人體會比較親 對 卓勝利本名卓錫盛 台語練得六 主持風格貼近人心 當年他也因為主持 天天開心 鴻遍大街小巷 在他離來過世前 最後一次上通告 就在諸葛亮的節目 兩人搞笑互虧製造笑料 我是因為當中一些醫生 我都拿去醫生館 想說走走走的 自己都去怕怕到 所以才不敢來 鴻遍我們媽媽就跟她鼓勵 她說 男主犯台中夫 對 氣壁要嚇壞 對 對 不用說不敢來 對 也不用心甘怕寒 對 是啊,破壁也沒有什麼好見識 她又跟我說 人家有人走路走那麼久 就趕東山再去 你這個日路洗衣 你算不趕 再拿一張日頭才去 所以我怎麼來 其實卓勝利主持超過千場 綜藝節目 演出多部本土連續劇 還有超過二十部電影 它是確立台灣戲劇 走向本土草根的重要指標 你看 這個就是剛剛我從廟裡求來保平安的 保平安要靠你自己 你重心大意 誰也保護不了你 那一部新買來的大貨車 要交給我開 所以我就跑來問你說 要怎樣開才不會出車禍啊 我早出晚會開經理車 晚上還在兼差 我什麼時候個人享受過 因為你給我幫你拜託 我可以這樣喝一碗就好嗎 好啦…清菜…民主不免許 這一出演了七年的本土劇 一波兩千多集 卓勝利威脅演技 把甘草人物詮釋淋漓盡致 演藝生涯長達二十八年 鮮明的草根性格深植人心 但卻長期被癌症所苦 人物詮釋成本是好事 探紮改分才舒適 漢藝人徐峰合拍抗癌廣告 卓勝利過來人身分現身說法 但兩度抗癌 仍在二零一二年不幸 蘊落病逝 探到之後 裡面都無聲 算刀都無聲要怎樣 他說聽我刀不要哭 如果打麻糬就是 不要哭刀 不要哭刀 對 你如果看到兩支紅中 你又要捧呢 對 這樣兩... 那三個也只要說我好捧 卓大哥,我問你 如果祖方、胡,你要怎麼說 卓勝利橫跨電視、電影和主持圈 還有諧星脫線 走下五光十色的舞台 隱身台東經營牧場 他們的甘草形象 沒被歲月帶走 永遠留在 粉絲心中